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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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出來喔 沒有啊 等一下摸手機要跑不動 你不出來嗎 沒有啊 今天不是你直播嗎 已經開始了 已經開始了 你不是要出 你不出來 沒有啊 今天不是教練你跟他直播嗎 我沒有直播在這邊幹嘛 今天不是在那麽多人面前我敢幹嘛 你以為我在那麽多人面前我敢幹嘛 我覺得你幹嘛時候收視率會比較高 我覺得 我也知道 我覺得收視率可能高 然後就是表演人在尖叫 是說裡面的人尖叫還是他在現場尖叫 我不知道我覺得都會尖叫 我覺得都會尖叫 畫面可以放給你 畫面可以放給你 我覺得封面你剛剛有封面了 所以不是他在講話 我需要坐這嗎 不用吧 我可以起來了嗎 可以 你可以去坐這 我可以起來了 那你還坐這你都可以 我覺得 我覺得 大家應該覺得說 又要神經病 然後常常覺得大家在幹嘛 坐這啊 欸真的放安靜欸 剛剛這樣子開播這樣狀況怎麼樣 我不知道 一場鬧劇 是不是就是一場鬧劇 欸可以喔 已經兩百多了 好短 原來已經兩百多了 真的是一場鬧劇 是不是兩百 你真的在說鬧劇嗎 沒有沒有在說鬧劇啊 你在問說什麼 沒有大家就說 已經開始問股票 都沒有人聊到妹子 都沒有人聊到妹子欸 都沒有欸 好爛 可是收視率說明一切 對 就我要問大家說 欸 欸三百人欸 超快欸 三百人了 好襲巾 好襲巾 你下次可以再來一下嗎 就是每個禮拜五的時候 這樣子不會農不了嗎 不會啊 不會啊 這樣子就有人看了 這樣就有人看 對啊 你平常還要講一大堆話對不對 對啊 現在都不用欸 欸三百多人看了欸 對啊 根本就是看你啊 好多人在問喔 媽啊 好多人在問喔 開始問了 已經開始問了 上課可以看到嗎 上課可以看到嗎 上課可以看到 上課可以看到 可以啊 看到啊 算我是說他們如果來上課 他們可以在問喔 我不知道 就在問股票啊 哈囉大家好 嗨 看得到嗎 欸你還沒講股票 就爆到這樣子 欸真的欸 其實還沒有講股票 就已經三百多人了 大家不聽股票 大家今天要聽股票嗎 不用了吧 大家今天只要 我們就一路看畫面 然後看到幾點 看到十點好了 就我們坐在這邊 然後喇塞給大家看這樣子 然後就一路聊到十點 你們不用吃飯了 然後大家看到都吐息 哈哈 媽呀我們什麼沒撥過 吃下什麼撥過 還有什麼沒撥過 還吃螃蟹 吃飯也撥過 對啊 都撥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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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撐到四百我們就工程生退 我怕到時候剩一百五而已 現在三百 我到一百 趕快撐現在啊 吃飯都不回來 吃飯都不回來 有時候看老師比較重要 你看 有人就是很認真的 好啦好啦 只有一個人說出心裡話 只有一個人說心裡話 可是其他人都不是這樣 對 要聽股票 好啦好啦 那個 呃 什麼會 我要問 我要問電話 死要問電話 你要問我電話 問我電話可以啊 1933 我電話拿這個 那不是你的嗎 那我不要把它唸完 呵呵呵呵呵 要問電話 好啦 問我的電話 欸美女好漂亮 我跟男的 我是男的 演藝人說很漂亮 好啦 那個 欸可以回來了嗎 可以回來了嗎 OK可以回來了吧 我把螢幕我把螢幕切小一點 大家都不回來了 不要不要再看了 我把螢幕拉小一點的 不要再看那個了 好啦我撤了 好啦撤了 好啦好啦 那個等一下人數掉 我自己 我自己關播了 是 好啦就先這樣子 只是想說讓大家覺得 認識一下新朋友 對不對 新同學 然後讓畫面美觀一點 不然大家看到我 應該覺得怎麼又是我 每個禮拜五都看到我 然後每個禮拜看到 每個禮拜五看到我 然後股市就崩盤這樣 好啦 先來跟大家 先稍微講一下好了 就是說 嗯 以目前的盤面的狀況 其實 在這幾天就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 我這樣講 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等一下要來切一下 就是說現在這個盤 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很可怕 沒錯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看喔 指數就是怎麼樣 指數就是沿著 你有沒有發現 指數就沿著五日線 這樣一路往上攻擊 那我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其實你不需要太預設立場 就如果說你覺得說 喔這邊好高 或這邊很可怕 之類的 那我這樣講就是 欸 沒在放那個嗎 就是說如果你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你太預設立場 其實你會發現可能 你在半山腰 或是你在剛起頭的時候 你就已經把股票賣出了 所以其實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跟大家講說 是不需要太預設立場 我知道現在指數 一萬三千七百多 其實非常的高 可是這麼高的指數 你要想就是說 你會發現其實這段時間 指數都還沒有跌破什麼 都還沒有跌破這條五日均線 那這種狀況其實表示說 其實整個盤 還是在一個上升的趨勢當中 那只要 我這樣講 只要沒有跌破五日均線 其實這個盤就還在一個 上升的趨勢當中 你就再判斷就好了 那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欸股市指數 開始跌破五日均線了 那你再來小心一點就好了 這樣應該沒問題吧 那在這個是加權指數的股份 欸可以幫我把裡面關掉嗎 我覺得那個會那個 完了 OK啊 好那再來 現在這個是大盤的部分 那其實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OK 拜拜 欸你又回來了喔 廢話 不是 那個人家教我怎麼鎖門 不用鎖門 自動鎖 喔自動鎖是不是 那就大概九點後回來 九點後回來 這麼快不是三個小時嗎 哈哈哈哈 你不要那樣子嗎 哈哈哈哈 那個我在現場 我自己家子就是 哈哈哈哈 那個我在現場 喔不鬧 我是臭名的嗎 欸他嘴巴很低喔 會覺得 好啦不鬧了不鬧了 要回來 要回來 要回來要回來 要回來 欸這個拍得到 這廣角這一定拍得到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剛剛看錯了 好啦好啦不鬧了不鬧了 我來了 我覺得大家會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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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樣講 我這樣講其實說 好累喔 等一下 好啦那 欸你們 帶你大紀元回來啊 九點後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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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因為根據你的經驗 你都超過就很煩 好啊沒問題 OK好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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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好 我們繼續開始直播 就是說 那剛剛再講到大盤部分 其實大盤會 比較像是那種 大型股票指數 那我們這張圖是貴買指數 OTC 那其實你看OTC其實蠻有趣的 就如果說我們把 你看我們把這個地方 稍微畫一個長方形 欸你會發現 最近的OTC指數怎麼樣 它已經突破了 怎樣幾個月 三個月的盤整區間 發現嗎 其實說你看喔 OTC指數 它很明顯的啊 在創新高 可是大盤卻怎麼樣 大盤卻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OTC前從加權指數 已經有跑來 OTC指數這邊 那我們現在看個更有趣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 你看喔 我們來看台積電這一天 好我們來看這一天 你看喔這一天是7月28號 台積電出現這種長黑K棒 然後怎麼樣 然後一路盤整了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你看喔 大家注意一下7月28號這一天 好那我們再把指數來看到OTC這邊 一樣是7月28號 我先把這個圖先拿掉 你看7月28號就剛好是 OTC指數的最低點 所以你發現嘛 在台積電 它在出現那根大量黑K的時候 然後大盤整理了將近三個月 可是OTC最好是個什麼 是一個波段低點 所以其實從過去的經驗跟我們講說 現在錢可能會從大盤回流到OTC這種貴牌指數 這個就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可以稍微留意一點的地方 這樣大家應該 講到這邊應該還聽得懂吧 就是從剛剛從資金的移動部分 就是你要知道現在資金是從哪個地方移到哪個地方 那像最近可以看到很多那種 名不見金賺那種小股票 那種你名字連聽都沒聽過的股票 然後最近開始起漲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種資金在移轉的現象 那當然我要跟大家講就是說 如果你發現資金還有在移轉 那對於這個盤來說就還是一個好事情 如果你發現很多股票都是輪著下跌 我跟你講你發現很多股票都輪著下跌 那這種狀況就代表說這個盤會出現問題 所以目前對於整個大盤的方向來說就這樣子 就是說資金還在這個市場 只是它可能移動的速度會非常快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操作的時候 等一下注意就是說不要去追高 你盡量不要在這個時候去追高 尤其是你發現那種股票創新高之後 很有可能這樣過幾天又殺下來 這個就是在操作部分 我們要比較留意的地方 好不好那接下來來講一下 就是大家的問題 好首先看到真頂 這樣講看到真頂 其實像這種股票 來跟大家稍微講一下 你看喔 如果像這樣股票我們只要把一條線 先把一條比較重要的線先拿回來看就好 拿一條可以去看這一條 200日線 等我一下 你看喔從 你會發現過去在這個位置 這幾個位置 你會發現股價其實都在守住這一條均線 但是你會發現現在怎麼樣跌破了 那這種狀況就表示什麼 表示說其實一檔股票的趨勢 在這邊也開始出現有問題 為什麼 你看過去以來的股價 它都是好好的守住這一條均線 都好好的守住 但是你發現 在今天就怎麼樣 今天卻是這種 像是這種價跌量真的把它跌破 今天像這種價跌量真的跌破均線 其實對於這檔股票來說 就不是一個太好的現象 為什麼 你看喔尤其是這幾天你會發現 這幾天的走勢是月跌怎麼樣 月跌成交量越大 月跌成交量越大 像 我先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說一檔股票如果是一個好的走勢 它應該會是一個是價漲量增 價跌量縮的走勢 那我們怎麼看價漲 或是 我們怎麼去看量漲或是量縮 看一下 如果今天的成交量 比昨天還要大 今天就是量增 今天的成交量如果比昨天還要小 今天就是量縮 所以我們看喔 從這一天開始 你看喔 從11月18號這一天 今天的成交量比昨天還要大 結果11月19號的量又比昨天還要大 今天下跌的量又比昨天還要大 像這種月跌 量越增加的狀況 其實就不是一個太好的狀況 因為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價量關係都是一個錯誤的情況 這樣大家懂嗎 所以其實我們再來還不需要看到技術限度 你就從價量關係來判斷就好了 如果你發現一檔股票的價量關係是錯的 那這一檔股票就先暫時不要碰它 這樣OK嗎 這樣應該聽得懂吧 那如果說好 那我們再回來看到 我們現在把均線先拿回來 OK好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現在把均線拉回來看 你可以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最高點 最上面是72 再來是24 再來是10 再來是5 你有沒有發現其實在上面的均線 它都是一個什麼 它都是一個空頭的排列 我這樣講 我們在選股票的時候 像 我舉例來說 好 像什麼樣的狀況下 是多頭排列的股票 像這一種 它可能5日線 10日線 最上面是5日線 10日線 再來是24 再來是72 再200 像這種狀況 代表說叫均線 完全多頭排列 這種狀況就是好的股票 這樣了解嗎 像這種狀況就是好的股票 它是一個均線 完全多頭排列 可是你看到真頂 你看到真頂的股票 就是怎麼樣 最上面是72 再來是24 再來是10 再來是5 像這種狀況的均線排列 代表這兩個股票 暫時就還不適合去操作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均線空頭排列的狀況之下 代表說這兩個股票 其實它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搶反彈 像它現在一直跌 那如果你想要去搶反彈的話 那你要怎麼辦 我這樣講 如果你想要搶反彈 起碼股價要能夠重新站回5日均線 5日均線是哪一條呢 5日均線是這一條 等一下好嗎 5日均線是這一條 你有發現股價在這個位置 在這一天 跌破5日均線之後就下去了 所以我們在操作的過程當中 我心裡看到 就是5日均線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判斷 就是如果你發現股票 它跌破了5日均線 就表示說這兩個股票 它可能會有下跌的風險 像這種狀況其實就不太有 這樣講到這邊大家了解嗎 呦呼 大家這邊了解嗎 講到這邊大家OK嗎 哇靠這個問題太多了吧 OK嗎 聽得懂嗎 聽得懂嗎 不理我好不好算了 應該懂吧 應該懂吧 摧像中 怎麼回來了 忘記帶你車鑰匙 車鑰匙 車鑰匙 你要騎車 哇那是遠的 伊林在隔壁 伊林在隔壁 他就偏偏是伊林對面 好掰掰 OK可以喔 OK好 那我們繼續來講 所以其實目前來說 這張筆號其實不太適合去操作 大概是這樣看 好那再來換下一檔 好國具 講到國具 其實國具蠻有意思 你看這條線還畫在這邊 其實國具還蠻有意思 你看這是我之前畫給大家的線 這條線其實還在這邊 好我現在講解一下 當時為什麼會畫這條線 一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還蠻有趣的 你看喔 為什麼當時我這條線還存活在這邊 來看這條線 來看喔 等我一下先把那個圖 我先把圖縮小一點 好我們看到這張線圖 看到這張線圖 如果你在這張線圖當中 你會去找一個最大量 記得我們在判斷壓力點的時候 會去找一個最大量 好那最大量在哪邊呢 是在這邊 目前的最大量在這邊 那你覺得說去看這一根K棒的 壓力點這樣適合嗎 不適合為什麼 因為它的壓力已經距離現在的股票 距離太遠了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去看這一條 你去看這一根K棒的意義是不大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從第一大量看完之後 我們去看次大量 看第二大量 那第二大量在哪一個呢 第二大量在這一根 好第二大量在這一根 那我們看到第二大量 你可以看到這一根K棒 這一根K棒它出現了什麼狀況 它是出現了一根很長 綠色箭頭這一根 你會發現綠色箭頭這根K棒 它出現了一根很長的上影線 我這邊跟各位解釋喔 如果你看到一根K棒 一根K棒它出現了很長的上影線 什麼叫很長 如果你發現上影線 看喔 這一根K棒 如果你發現上影線的長度 是實體K棒的兩倍以上的話 那就代表說 這一根K棒它的上影線是比較長的 那上影線比較長的狀況之下 就表示這一根K棒的壓力 是比較大的 這樣OK嗎 所以其實你看到像這一種 像這一種帶有很長上影線的K棒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一根K棒就是一個壓力點 那我們看到壓力點之後 我們要去把那個壓力給算出來 我們要知道說這個壓力是多少 好那我們看到這一根K棒 它的大量 5月5號這一根K棒 我們來看它大量K棒的均價 等我一下我看一下 它的大量K棒均價是 我看一下 它大量K棒均價是413.58 好也就是說這一根K棒 它的均價 我這樣講均價是成本的概念 什麼叫均價 它就成本 也就是說買在這一天的人 買在這一天 綠色的箭頭這一天 他們的成本是413.58元 那也就是說如果以後股價 你看喔 從這一天開始股價是往下 往下往下往下 那代表說在這一根K棒買進是怎麼樣 它是個套牢的狀態 那你知道股票如果有人套牢的話 現在股票回到它的成本價 會有什麼 它是可以解套了 解套就會有所謂的解套賣壓 也就是說如果股票它之前 買在這一根 買在這一根 綠色的箭頭這一根K棒 它被套牢了這麼久之後 好不容易可以解套 你覺得它會不會賣 會 它一定會賣 所以這個位置就是個壓力點 這樣大家了解嗎 哈囉 你們剛剛了解那個均價的意思嗎 這邊蠻重要的喔 這邊蠻重要的 大家了解這個均價的意思嗎 這邊不懂要問喔 我現在講 如果你剛剛對於剛剛聽不懂的 我可以再回答一遍 那可是這個東西 這個概念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大量K棒的均價 一定要了解 好不好 這邊懂嗎 沒有理我 到底懂不懂啊 有嗎 算了算了算了 但是 了解齁 這概念很重要喔 這概念很 為什麼 因為我等一下會 講到另外一個話 另外一個東西 了解齁 有沒有不了解的 如果不了解 要直接說不了解 不了解我就重新再講 不了解我會重新再講一遍 那了解我當然就是繼續講下去 有沒有不了解的 我給你們5秒鐘時間 5 4 3 2 1 OK齁都了解 那我就繼續講下去 所以說這一根可以幫我們知道 它的壓力丟到就是剛剛我們寫的 413.58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一條線 我們現在把這條線畫起來 413.58 大概在這個位置 等一下 畫不到 好這邊 你看喔 我們剛剛算完了這一根 這一根那個 剛進來沒動 來來來來來來來 再重新講一遍 好我再重新 我再重新講一遍 有人說剛進來的不懂 我再重新講一遍 不是均價不做教練 我跟大家講個講個東西 就是我剛剛不小心把各位的留言給洗掉 所以說如果你們要問問題的話 等一下重新問一遍 我在這邊先講很多人還不知道均價怎麼算 這個部分基本上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講均價怎麼算 因為這個東西需要有點比較複雜的計算過程 那所以說我這邊先講概念 我先講一下概念 你們把理論聽懂之後 反正均價怎麼算之後 你可以去看我的Pressplay文章 或是說你可以直接上課 我就知道均價怎麼算 那我這邊先講個大概的觀念 就是說均價他這種成本 你看我現在把圖放大一點 好我們現在要算這一根K棒 你看這一根K棒他的上影 我剛剛說過這根K棒的上影線很長 紅色鏡頭這根K棒他的上影線很長 那代表說很多人套牢在這一根K棒 那套牢在這根K棒 所以我們要去算他們套牢的價位在哪裡 那均價他就是這種成本的概念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知道說 這一根K棒他的成本 這一根K棒他的成本 我們就知道說大家套牢的價位在哪裡 為什麼呢 你看喔 他這根K棒的均價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413.58元 也就是說你看喔 股價如果從這邊一路跌跌跌跌到這邊來 那是不是表示說很多人買在這一根K棒 都被套牢了 沒錯吧 那都被套牢的情況之下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 股票 如果你發現有一天股票可以解套了 那會不會有解套賣壓 一定會 沒錯吧 那有解套賣壓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要觀察 股價現在的股票 他有沒有辦法能夠化解之前的解套賣壓 如果他能夠化解之前的解套賣壓的話 那就表示他是一個進場時間點 這樣了解嗎 我這樣講這樣懂嗎 所以均價就只是讓我們去算說 大家多數人被套牢的 被套牢的價位 這樣OK嗎 這樣子OK嗎 這樣OK嗎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應該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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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價的概念 應該懂均價概念 那我就繼續講下去囉 如果懂均價概念 我就繼續講下去 所以說我們剛剛算出來說 這一根K棒 他的均價是413.58元 OK好 那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根K棒的均價是413.58元 可是 可是怎麼樣 他當天最高才412.73元 你看喔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均價 是413.58元 可是這一根K棒 他的最高點才412.73元 代表說怎麼樣 我們算的數是不是錯的 你看均價是413.58元 可是當天最高才412元而已 代表說 我們算均價是錯的 沒錯 為什麼 因為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位置 這邊有個錢的符號看到嗎 這邊有個錢的符號 他在這一天 你要記得喔 如果 我在講 如果你算的均價 他是在除息日之前的話 你要把算出來的均價 再扣掉除息的價格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看喔 他這一根 我們剛剛算出來是413.58元 413.58元 你要扣掉 他除息多少 13.06元 所以413.58元 減掉13.06元 是多少 大概是 大概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413.58元 我也不知道 大家幫我算一下 大概就是400塊這邊 400塊這個位置 所以你知道 這條線 就這條線 400塊這個位置 這樣知道這條線怎麼出來了 就是你去把 算出來的大量K棒均價 去扣掉它除息的價格 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K棒的壓力點是多少 所以算出來大概是 400塊這個位置 好 我們先把上面這條的錯誤先拿掉 好 那你現在來看 你看喔 我把圖放大一點 我們剛剛算出來的均價 是在這邊 400塊這條線附近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股價 在這一天 他有站上壓力嗎 沒有對不對 他是碰到壓力 就被打下來 然後你看這一根 看這一根 你會發現這四根 怎麼樣 你會發現這四根K棒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這四根K棒 每次只要碰到均價 就被打下來 很明顯吧對不對 你看喔 股價從這邊一路漲 漲到這邊來 結果漲到這邊 他就漲不上去了 就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們算的均價是對的 因為這邊就是個壓力點 這樣懂嗎 這邊就是一個壓力點 好 那壓力點的時候 才是阿興有教過各位 你要去觀察壓力什麼時候能夠站上 壓力站上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進場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根 你有發現這根K棒 11月19號這一根 他怎麼樣 他是不是價漲量增 然後站上什麼 站上壓力點 沒錯吧 所以代表說這一根 他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這樣大家了解嗎 就是用這樣來看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喔 我們一開始第一步怎麼樣 先把壓力點給找出來 第二步你要觀察什麼 觀察股價什麼時候能夠站上壓力點 那站上壓力的情況之下 他就是一個什麼 他就是一個進場點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說要搭很多都不知道怎麼找進場點 比如說我給你20檔股票好了 對20檔股票好了 可是你不知道該怎麼找進場點 所以剛剛那個動作 就是在教你怎麼樣去找進場點 第一件事情 我們剛剛 我再重複一次後 你看喔 我們是先把 綠色箭頭這一根 把這一根的大量K棒的均價 先算出來之後 算出來之後 我們可以知道壓力就是這條線 400.27這個附近 好那再來 我們把壓力找出來之後 去觀察股價什麼時候能夠站上壓力線 好那你看 這一天 昨天11月19號 他是不是站上壓力點 沒錯 那他就是進場點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在看這個情況的時候 除了看壓力有沒有站上 還要搭配什麼 搭配均線排列 好所以我們先把均線再拉回來 還記不記得在 阿信我跟各位交過各個東西 我們在看進場點 我們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第一個要看什麼 看股價他有沒有站上5日均線 好我們切到昨天來看 你有沒有發現股價有沒有站上5日均線 有吧 股價是不是有站上5日均線 沒錯齁 好那再來你又發現他均線排列 我這樣說了 短期的均線 它是一個多頭排列 什麼叫短期均線 最上面是5日均線 再來是10日均線 再來是24日 你有沒有發現他短期均線 還是一個什麼 多頭排列 好所以我們知道說 股價他站上5日均線 然後怎麼樣 短期均線也是個多頭排列 那這種裝飾是什麼 表示這一天 他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這樣了解嗎 就是你看喔 當天股價他沒有漲太多 那再來是他均線 又是個多頭排列 再來這一天 11月19號就昨天 他又是個什麼 價漲量增 去站上什麼 站上了壓力點 大量K棒的均線壓力 沒錯吧 所以昨天 他就是一個進場訊號 這樣了解嗎 到這邊OK嗎 到這邊有問題 我先問一下 因為我接下來還要講 另外一個部分 等於有人問國際下個壓力點 我等一下會講好不好 一步一步來 我等一下會講 就是說 我先把第一個進場點的部分 先講出來 那你先了解這一部分之後 我再繼續講下去 那個國際上 剛剛講OK嗎 聽得懂嗎 剛剛講的聽得懂嗎 我跟妳說 剛剛講的很重要喔 你要怎麼樣去找進場點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找 那當然還要搭配扣底子 OK嗎 有沒有聽不懂的 好累喔 我就覺得他那個椅子要高一點 OK好 可以好 沒有問題 可以好 如果OK 我就繼續講下去囉 好 好 那我再來講第二個東西 有人問他說他下一個 但均線開口會不會太大 不會 為什麼 你看喔 他起碼5日線跟10日線 怎麼樣 你看喔 我跟大家講什麼均線開口太大 來喔 注意聽喔 哈囉 這邊注意聽喔 這個東西也很重要 今天怎麼一直在講那麼重要的東西 來喔 這邊注意聽 我要再講一下均線開口怎麼判斷 我這樣講 在我們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應該說我們不會希望均線開口太大 為什麼 因為均線開口太大 狀況之下代表什麼 代表說他可能已經漲一波了 好 那再來我們要怎麼去判斷均線開口 通常我們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會把這三條線 我這邊注意聽喔 這邊聽不注意都不理你 我會說 我們會把這三條線 5日 10日 24 我們把它放在一起 我們會把這三條線放在一起看 好 那我們接下來比較 比較什麼 比較均線開口 你看喔 股價從這一天開始 股價從這一天開始 他都怎麼樣 他都是沿著5日線上去 沒錯吧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說現在均線開口 到底是大還是小 跟之前做比較 你看喔 股價在這個位置 我把它畫一下 等我一下喔 我把它畫一下顏色 你會發現在這個黃色框框的地方 在那個黃色框框的地方 它就是一個什麼 這個黃色框框就是 五日線 跟十日線的距離 這邊聽得懂嗎 黃色框框的長度 就是五日線跟十日線的距離 這樣看懂嗎 這邊看不看得懂 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 就是這個黃色框框 看懂嗎 就它那個長的部分 就是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 這邊看得懂嗎 這邊看不看得懂啊 看不看得懂啊 不是韓糖一定要少喝 我這一定是五糖 看得懂嗎 這個黃色框框 就是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 OK喔 懂嗎 這直播是都會lag是不是 好吧 算了不管 好那再來 那我們知道這個黃色框框 是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 OK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再來看這個位置 這個紫色框框這個位置 右邊這個紫色框框 你們看得到嗎 這個紫色框框 就是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 請問一下 是左邊黃色比較大 還是右邊的紫色比較大 很明顯是黃色比較大 那黃色比較大的狀況之下 表示什麼 就表示五日線跟十日線距離比較開 這個時候你在進場 就會比較危險 這樣了解嗎 所以說你看喔 有人問說這邊的均線 這邊的均線開口會不會太開 不會 為什麼 因為它跟之前做比較 很明顯可以看到 現在的五日均線跟十日均線的開口 是比之前還要小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均線開口 所以均線開口是怎麼看的 用比較的 把這一波跟前波去做比較 之前均線開口到這麼開的時候 股價就發現股價開始這樣 慢慢的橫盤整理 沒錯吧 那所以說 你發現未來有一天均線開口到這麼開的時候 其實你就要小心了 小心什麼 小心 因為股價可能會開始回答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會以這樣的開口大小 來當作一個指標 如果你發現未來均線開口 如果比這邊還大的話 那就要小心了 那所以說這樣右邊紫色空間這個位置 現在均線開口是不是還算小 對不對 所以這種狀況就表示均線開口其實並不大 這樣了解嗎 就是用比較的方式 這邊懂嗎 這邊了不了解了 懂不懂 這個很重要 這個觀念很重要 均線開口大或是小 就是用比較的概念 這樣懂嗎 這樣了解 就是這個均線開口 這個在我們找進場點的時候 很重要 我們找進場點的時候 一定會做的方法 懂得嗎 這個觀念 我在想這個觀念 你在外面基本上不會有人交給你 不會有人交給你 因為說在你圖片 因為你有一張技術線圖 你要能從這一張技術線圖裡面 看到越多的訊號 那你的操作勝率就會比較高 所以你要想辦法在這張圖裡面 看到越多的訊號 這樣對你來說才是好的 OK喔 好那我先講下去喔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空中線拿掉 所以我剛剛講的 在這一根K棒 它站上了五日線 均線卡口也不會太大 它同時又站上了大量K棒均價 就表示什麼 表示這一根K棒 它是一個進場點 OK齁 沒問題 好那我們再來看個東西 好那如果我們在這間進場之後 那你覺得說今天股價上漲 你賺不賺得到 其實你是賺得到的 這樣OK嗎 其實你是賺得到的 那我這邊要再講另外一個東西 假設 假設我們在昨天看到這個 假設我們看到這個 蛤 呃 有同學問到說 黃色的進場 長度進場 哪個比較好 有同學問到說 剛剛的黃色鏡頭 我再畫一次 我再畫一次 等一下我再畫一次 我再畫一次 不早說 好我再畫一次 有同學問到說 是左邊的黃色框框進場 比較好 還是右邊的紫色框框進場 比較好 我這樣講一定是 右邊的紫色框框進場 比較好 因為我們進場的時候 一定要避免 均線開口太大 所以右邊的紫色框框很明顯 均線開口怎麼樣 比較小 所以在找均線開口 就是怎麼樣 就是說 均線開口就是 你要配合什麼 去看一下五日線跟十線距離 這個很重要 好 所以剛剛那個懂嗎 剛剛有人問到說 所以哪個長度進場比較好 當然是紫色框框 為什麼 因為均線開口比較小 OK嗎 好 那再來有人問到 扣底值 可以再說是扣底值嗎 很抱歉 我不會在 基本上扣底值 這東西 是我覺得最重要 也是最有價值的東西 所以這東西 如果你要學 請跟助理聯絡 這部分就是 上課我會教你 因為這東西最重要 扣底值是判斷進場點的 最重要的關鍵 就我剛剛講的東西 其實也很重要 但這些東西的重要程度 比不上扣底值重要 扣底值這三個字 才是真正判斷進場的最重要的依據 OK嗎 好 好再來 那我們現在把框框拿掉了 先打個岔 如果說你想要學 假設你想要學扣底值 我說假設 假設你想要扣底值 麻煩一下 10月5號台南 10月6號台北 還有10月10號新竹 你要怎麼找進場點 怎麼找出場點 這部分都會在我的課堂上會交給你 一定會比現在直播講得還要清楚 因為扣底值這東西就是讓你找進場點跟找出場點的 還有怎麼選股 也是靠扣底值 這東西其實是最重要的 好嗎 OK 所以講到這邊 如果你要報名上課的話 就是自己掃這個LIOT 這東西是我的那個LIOT的QR Code 那掃這之後會有助理給你聯絡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上課會聽不懂 因為在課後會有一個月的LINE群輔導 好不好 所以你不用擔心上課會聽不懂 不會 因為你有問題 都直接可以在LINE群裡面問我 OK嗎 好 那我們再來 那麼繼續往下看 好 那你在看到昨天這一根 我們在看到11月19號這根KBOM的時候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那他上方的壓力在哪裡 我們現在把均線再拿掉一次 我們把均線拿掉一次 好 我們把均線拿掉 來 你會發現裡面一個東西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這個位置 在6月24號這邊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有個缺口看到嗎 這邊有個缺口 有看到嗎 這邊有個洞 來 我們看到這個 這一個洞 我們稱為什麼 向下的跳空缺口 你看喔 股價從J跟KBOM 跳到J跟KBOM 所以這個 這個稱為什麼 這個稱為向下的跳空缺口 向下跳空缺口 缺口的上緣 缺口上緣 這邊 我把它畫一下好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畫得不好 等一下 等我一下 這畫什麼東西 大概這位置 好 你看喔 這一根KBOM是一個 向下的跳空缺口 也就是說缺口的上緣 這一條線 它就是個什麼 就是一個壓力線 OK好 好 那再來 那我們在昨天的狀況知道說 上面有這個壓力 沒錯吧 我們知道說 你看喔 我重新RUN一遍喔 你看喔 我們在J跟KBOM 我們剛剛在J跟KBOM 是不是已經先佔上了 之前的大量KBOM的均價壓力 沒錯吧 在J跟KBOM 它有增上大量KBOM的均價壓力 但是它上面還有什麼 它上面還有一個 這邊的缺口壓力 沒錯吧 所以你看喔 昨天 你看喔 昨天的股票 它碰到這個缺口壓力的時候 就掉下來了 對不對 它碰到缺口壓力就掉下來 好 但是重點來了喔 但是重點來了喔 你有沒有發現怎麼樣 今天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發現 它今天的開盤價 直接跳過壓力點 有看到嗎 你看喔 你看這根KBOM 這今天喔 11月20號 今天的KBOM 它直接就跳過了壓力點 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突破 這個就表示 今天的KBOM 它又突破了上方壓力 而且你看喔 那它量有沒有增加 有耶 它的量是增加的 沒錯吧 它量增加的 也就是說 其實今天的國距 也是一個進場點 這樣了解是什麼 你看喔 壓力它是一層一層的概念 我們在講剛剛這一根KBOM的時候 我說過 它突破了什麼 剛才講這一根KBOM的時候 它突破了一個大量KBOM的均價 那我們講到今天這根KBOM的時候 它突破了什麼 它突破了向下缺口的壓力 也就是說你看喔 昨天跟今天的股價 它都突破了壓力 那我們在這邊 如果我們進場之後 我們要怎麼設定出場點 我這樣講 如果我們要設定停損 你只要觀察一個指標就好 今天的低點不要點破 今天低點多少 405 也就是說如果你在今天進場 那你就設定今天的低點不要破 那你就 股票就讓它奔跑就可以了 這樣懂意思嗎 你就只要把停損點設好 停損點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那你就讓股價去奔跑 看它能不能夠繼續往上攻擊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樣喔 我們再 我再重複一次 再找 看到一檔股票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我剛剛講過 第一件事情 你會從什麼地方來看 第一件事情 你會從均線排列來看 它目前的均線排列 短期均線的排列 什麼樣 都是一個多頭排列 那這種股票就是我們要選的 短期均線多頭排列 它就是一個我們可以選的股票 那你選好股票之後 你要選什麼 選進場點 那在這一根 就剛剛講過的 這一根K棒 11月19號 這根K棒 它突破了之前的大量K棒均價的壓力 那所以它是不是一個進場點 是 它就是個進場點 但是它上方還有一個什麼 我們剛剛講過的 這一根 它出現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向下的跳空缺口 缺口的上緣 還是一個壓力點 好 那你看喔 這個壓力點 今天是不是也站上了 所以代表說 它是都突破壓力的 那突破壓力之後 你就只要設定 今天的低點不要破 股價 看它能不能夠繼續往上走 就這樣子 OK嗎 所以你只要確認好 停損點之後 剩下的 它沒有跌破停損 你就不用去管它了 OK 就這樣去判斷 它還沒有跌破停損 就不用管它 那如果股價能夠繼續往上攻擊 那代表你賺錢 這樣OK喔 所以這個就是從 懸股再來 去找壓力點 再來 突破壓力進場 然後再來 設定停損 看它停損有沒有破 沒破就繼續抱著 就這樣子 OK嗎 OK嗎 這樣子OK嗎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在找 進場點的過程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的重要 好累 累炸了 好 這個 這個就是整個 從選股再到進場的過程 所以 你把這一套學好 你就知道 你自然就會知道說 你該選哪些股票 再來是 你該從什麼時候進場 還有你最多會賠多少錢 就這樣子 喔 我要拿一樣大的可樂 就這樣去看 等我一下 開個可樂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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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 全部的進場方法 這樣OK嗎 講得對阿 講得很詳細 我先講 其實你真的不用來 真的不用擔心說 來我的課 你會聽不懂 因為我一定會講的是 比直播還要詳細 直播這個東西 不能說直播講不詳細 直播會講得很詳細 只是上課過程當中 我會講得更詳細 所以說你不用擔心你聽不懂 因為我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帶你來看 我就是一個一個一個 帶你來看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我會跳步驟或怎麼不會 我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帶你來看 怎麼樣選鼓 怎麼樣去找進場點 那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必須要出場 這個東西就是 一步一步帶你來看 OK喔 是不是因為收音太遠 講話必須更大聲 對 因為收音真的有點遠 所以講話比較大聲 好 再來繼續 我們來講 夭壽 講一檔股票 他媽講了40分 講了半個小時 好 換檔下一檔 好 再來有人問到 6285的起雞 好 換下一檔 下一檔 起雞 起雞賬股票 來 我現在把圖縮小一點 我們來看到 起雞賬塊蠻有趣的 你知道吧 我先把 我先把軍線先拿掉 起雞賬塊其實蠻有趣的 為什麼 你看喔 我先把這個先畫起來 你看 你又發現 左半部 左半部 等一下這個畫得不好 我重新畫一個 等我一下 這個畫得不是很好 大概這樣子 OK 來我們看喔 左半部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左半部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 是一個 向下的 下降趨勢線 看到嗎 左半部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 下降趨勢線 這邊 這邊看得懂嗎 這邊看不看得懂 看不看得懂 這邊看不看得懂 這個向下趨勢線 大家看得懂嗎 看得懂嗎 不理我 這個向下趨勢線 大家看不看得懂 好啦 算了 隨便了 看得懂 看不看不懂就算了 好 這個它左半邊 就是一個下降的趨勢線 OK好 那股價 你看看喔 像這種向下降的趨勢線 股價在還沒有突破這個趨勢的時候 你是不適合進場 這樣了解嗎 股價還在一個下降趨勢當中 你是不適合進場 因為你知道股價它這個向下趨勢 那你怎麼會買它呢 所以 關鍵在什麼 關鍵在於說 股價它是能夠突破這個下降的壓力線 好 它能突破一個下降壓力線 再來 你會發現這邊這一段 欸 股票是不是突破了一個下降壓力線 沒錯吧 好 那重點來了 等於說這邊 這邊這一段 它又會開始一個什麼 一個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為什麼 你看喔 因為原本的壓力 原本這邊的壓力 已經突破之後 原本下降的壓力已經突破之後 它會開始一個新的趨勢 原本的趨勢被突破之後 它會開始一個新的趨勢 所以右半部這邊 右半部這邊 它就是一個新的趨勢的開始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在剛剛的國劇那樣圖 有講到說 我們在看股票的時候 在看股票的時候 你要找什麼壓力 沒錯吧 壓力在哪裡 還是不是有剛說壓力怎麼找 找什麼 大量 沒錯吧 所以看囉 這邊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那大量在哪裡 大量是不是在雙11這一天 沒錯吧 這根量是最大 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一根K棒的均價是多少 這一根均價是82.84 這個東西我都不知道大家會問什麼問題 完全都是用技術分析的方式去解讀一檔股票 你看喔 我們剛剛算出來 這一根K棒的均價 11月11號這根均價是82.84 你有發現 今天 大概最高點 碰到這邊 碰到這邊 你會發現股價就下來了 沒錯吧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邊就是個壓力點 這樣了解嗎 因為它的壓力就在這個位置 所以你看喔 所以我講到說 其實我教各位的 有人說我的東西 你Google就Google到 放屁 就我的東西 你做到這些Google 你去Google一下哪邊有交這個 哪邊有交這個觀念 這觀念基本上在外面 你根本就學不到 這東西就是只有我會教你 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會去注意這麼細的東西 那你說這東西重不重要 這東西超重要 因為你知道82.84這個價位 就是個壓力點 你會去買嗎 不會嘛 你要怎麼 你要等壓力站上之後 你再說嘛 壓力沒站上之前 你要去買它嗎 不用 這樣了解嗎 壓力沒有站上之前 你不需要去買它 你要買 一定是等到壓力站上 你才去買 這樣OK嗎 到這邊聽得懂嗎 到這邊聽不聽得懂 聽不聽得懂 還有 還有 Anybody紅 還在嗎 聽不聽得懂 OK 那如果這邊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現在再把什麼 我現在再把 君現在拉回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在選股的過程當中 選股的過程當中 要注意什麼 要注意到 均線排列 沒錯吧 均線排列到底對或不對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現在 現在的五日線 你看上面這邊 看上面這邊 你會發現最上面是什麼 最上面是五日線 再來十日 再來二十四 七十二兩百 你會發現它現在均線 是不是一個多頭排列 對 現在均線就是一個多頭排列 所以這樣可怕 我們可不可以關注它 可以 因為什麼 因為起碼它均線排列 是一個多頭排列 那現在只差什麼 只差大量K棒的均價 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而已 這樣了解嗎 只差這一個 OK 好 再來 我們來看它周線的部分 其實周線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看完日線 再來看它周線 周線的部分也是一樣的狀況 它目前的周線排列 好像也OK吧 我們把圖縮小一點 去看個比較大的方向 它現在周線的排列 也是一樣 最上面是什麼 最上面是五日線 再來十日 再來二十四 你會發現它周線的均線排列 也是一個多頭排列 也是一個多頭排列 所以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那我們看完日線 看完周線之後 下一步看什麼 看一下月線 好 我們來看月線 月線其實蠻有趣的 你看喔 股價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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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 這邊注意看喔 這邊注意看喔 來喔這邊注意看喔 這是八月三 這是八月的K爆 這個是九月的K爆 這個是十月的K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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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八月份是怎麼樣 是價漲量增 九月份怎麼樣 是價跌量卻更增加 沒錯吧 雖然這種價跌量增 當然是不好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十一月怎麼樣 十一月 它目前的量 有沒有比上個月還要多 目前是沒有 你看喔 下面這邊 這邊很重要喔 你看喔 下面的成交 這個月的量 這個月的量 它有沒有比上個月還要多 目前是沒有 但這個月過完了嗎 這個月還沒有過完 這個月現在才十一月二十號而已 還有下個禮拜 還有下下禮拜 其實這個月還沒有過完 那你看喔 這個月的成交量是七萬一千張 上個月的成交量是七萬五千張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月的量 再多四千張 它的量就會比上個月還要大的 那這種狀況它就會變成什麼 它就會變成一個價漲量增 這樣懂意思嗎 如果它這個月的量比上個月還要大 就表示它這個月的股價 它可能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這樣OK嗎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可以去看的 你看我在講這個東西很重要喔 我在講這個東西很重要 重新講一遍 這個東西你要會 第一個 我剛剛講過 你在看一張股票的時候 你看完日線 你下巴看什麼 看周線 周線看完之後 你要再看下個月線 那在看月線的時候 你一定要注意量的 你發現上個月的量是七萬五千張 這個月目前的量是七萬一千張 也就是說這個月只要再過四千張 就會比上個月的量還要大 那量如果是量增的情況下 代表說股價它可能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這樣了解嗎 如果這個月的量比上個月還要小 那表示這個月的波動就不大 那你就不太適合去做這檔股票 那如果這個月的量是比上個月還要大 就表示股價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那代表說這個月 你就可以去關注這一檔股票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在看一檔股票 這個月能不能做的時候 其實你是看月線 用月線來判斷 這個月的量比上個月還要大 那代表說這個月股價會有比較大的波動 那這樣子我們才比較適合去做這檔股票 OK嗎 所以就是用這個方式來判斷 這樣了解嗎 這觀念很重要喔 這觀念非常重要 這樣懂嗎 這觀念非常重要 聽得懂嗎 你們聽得懂嗎 聽不懂我會從你講影片喔 這觀念在我們選股的過程當中 一定要會 選股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要會這一招 這一招很重要 因為你要知道如果這個月的量是縮的 這個月的預估量如果是縮小的話 那這個月你根本就不用去看這檔股票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太大波動 你根本就不需要看 你要把資金去放在有波動的股票上面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觀念其實很重要 就是去觀察說這個月的量能有沒有增加 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一些技術分析的方法 你有沒有發現我教各位的技術分析的方法 都是外面比較沒聽過 你應該有發現吧 就是我教各位的技術分析的方法都是外面比較沒聽過 那因為我這樣講 書本上可能會教你什麼KD RSI 你有看我用過那東西嗎 沒有 因為基本上我不會去用KD或RSI或MACD 這些指標我都不會用 但是我教你的技術分析一定會是外面看不到 但卻是很有用的 這樣了解嗎 就我教各位的東西一定都是外面不太 因為基本上 那種 你如果真的 很KD RSI 那個你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書本就有 Google就有 問題是我教你的技術分析的方法 是 好 OK 有人說不懂了 來來來來 Jacy 應該這樣唸吧 好 如果 你看喔 去算一下 來那個 哈囉那個 Jacy在嗎 哈囉 Jacy在嗎 呦 她在嗎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她不懂 因為如果這個月的量結算完之後 那這個月也結束了 對沒錯 這個月結算完之後 這個月也結束了 那 我剛剛講過 去看一下 你看喔 這個月目前的量是七萬一千張 上個月的量 這個上個月的量是七萬五千張 所以說這個月如果要量增的話 還差多少張 就是差四千張 沒錯吧 這個月的量如果要比上個月還要大 那代表說 這個月還要多四千張的量 好如果你看喔 這個月目前是 今天是十一月二十號 那還剩下 一二三四五六 還剩下六個交易日 六個交易日裡面 他的成交量要超過四千張 量能才會比上個月還要大 也就是說六個交易日裡面 他要超過四千張 那我們去除一下 大概一天要多少 七百張 沒錯吧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 如果他一天要七百張 你會發現 欸 你要發現 他的五日均量多少 他的五日均量就快四千張了 所以說要超過 你看喔 他的五日均量就快四千張了 每天的 他每天的平均量就快到四千張了 你看喔 每天的平均量就快到四千張 那他這個月的量 如果要比上個月大 也不過才四千張而已 所以下禮拜 他可能一天 或是兩天的時間 他的量就可以增加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月的量 已經可以確定 一定會比上個月還要大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個就是去抓一下 他每天的量 跟上個月還差多少張 這樣懂嗎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喔 他這個月的量跟上個月差了四千張 但是他光今天一天的成交量 就已經四千張了 就表示說 他這個月的量 基本上是一定會比上個月還要大 那一定比上個月還要大的話 比如他就是個量增 量增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看這樣 可以 就這樣去判斷 這樣了解嗎 這個就是去抓一下 大概的預估量 就是因為我們只要確定 他是量增就夠了 我們不是要把確定的量抓出來 我們只要確定他是量增就夠了 我們不用把他明確的張都抓出來 我們只要確定他是架長量增 那這樣就夠了 OK嗎 這邊聽得懂嗎 這邊聽得懂 好累喔 我覺得 我可以站著講嗎 我覺得站著講比較輕鬆 好累 好 繼續 對啊 所以我說了 就是我教各位的東西 絕對 你不能絕對 應該大部分 你不會在外面的技術分析的書本看到 也不會在外面的Google 可以Google不到 誰會教你這個東西 不會有人教你好不好 不會有人教你 所以這個東西只是去抓個大概而已 那這個東西在什麼時候可以用 在每個月的快要接近月底的時候可以用 或是月中的時候也可以用 而月中比較難用 月初跟月底的時候會比較好用 月中會比較難用 所以現在剛好月底 那我就會用這個方式來抓 對啊 我這樣講 就是 好 有人問到 量縮或量長只能抓個大概 對我們只要抓大概就好 我不需要明確的量 我只好知道他這個月的量 會比上個月大 這樣就夠了 他這個月的量比上個月還要大 他就有可能變成是一個架長量增 我只好知道這個東西就夠了 我只好知道他比上個月大就夠 那要大多少 青菜 隨便他好不好 我只好比上個月大就OK了 OK嗎 這樣了解意思嗎 好再來 坐地上就不用彎腰 坐地上你們都看不到我 坐地上 好再來 想請問老師為什麼看月K 而不是看日K 你會問這個問題的同學 代表說你是才剛進來的 一檔股票你除了看日K之外 你要看週K 你還要看月K 你三個實態你都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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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實態都看的情況之下 你的交易才可以配合在一起 你少看一個都會有問題 所以說為什麼只看日K 不看月K 沒有我三個都看好不好 月K我只是用個長線保護短線的概念 這樣OK嗎 我這樣講日線是看短期 周線看中期 月線看長期 那我現在看月線 我是用個長期 長線去保護短線的概念 就這樣子 OK嗎 誰跟我說躺著 解開皮帶會比較輕鬆 很抱歉我沒有弄皮帶 好再來 頭一次發現問那麼多 所以是判斷下個月可不可以進 不是 我這樣講那個JS應該還在吧 JS應該還在吧 還在喔 好你剛問到說 是判斷下個月可不可以講 不是 是最近我就會開始判斷 為什麼 因為我知道這個月的量 一定會比上個月還要大 代表說最近這張股票 他可能就會有波動 這樣懂意思嗎 我代表說 你看到他最近的量 他這個月的量已經很明顯 會比上個月大 這個資訊我看得到 每個人都看得到 所以大家會注意 會關注他說 他最近股票有沒有發動 這樣OK嗎 所以大家知道 這個月一定是價漲量增的 一定是量增的啦 一定是穩定 確定是量增的 但量增的情況下 股價的波動就會比較大 所以就會有人一起進場來交易 所以是看這個月 目前就是看這個月 那當然下個月也會看啦 只是說這個月就看著看了 不過等到下個月才看 這樣了解齁 OK嗎 OK嗎 哈囉 這樣睡醒聽得懂嗎 哈囉 這樣聽得懂嗎 哈囉 好累喔 好 這樣聽得懂齁 哈囉 這樣聽得懂嗎 聽不聽得懂啦 那個 OK好聽得懂 OK好 所以大概就答案問題 好 OK再來 好 那個柏佑 柏佑在嗎 柏佑寒生在 在韓叫寒生在 柏佑問到說 波動要怎麼抓 是往上還是往下 好 重點來了 波動要怎麼抓 往上還是往下 那我們剛剛從月線 可以 柏佑在齁 在嗎 我發現這個lag好久 嗯 這樣我都不知道在不在 柏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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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怎麼知道說 波動是往上還往下 那我們剛剛看到月線 我們知道說 波動 波動會變大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它往上還往下呢 很簡單 不是很簡單 有難度 回到什麼 我們剛剛看完月線之後 回頭來看日線 日線在這一根 日線 觀察什麼 觀察這一根大量 K棒均價的壓力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這樣懂意思嗎 你看我們先從長線 我們先從長線 先確定了說 我們剛剛從月線先確定說 這個月的波動 可能接價還會再放大 波動放大 它有可能漲 所以說我們要等到什麼 我們要找進場點 要怎麼找 去觀察 它的這一根 大量K棒的均價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因為大量K棒的均價 它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很明顯看到 今天股價 炮到這個壓力 就被打下來了 那所以說 接下來你要觀察什麼 觀察大量K棒的均價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這樣子懂意思嗎 這樣懂嗎 柏佑這樣懂嗎 所以 我們在找進場點的時候 我們只觀察什麼 觀察 它大量K棒的均價 到底能不能夠站得上 有站得上 當然是OK的 站不上 那我們就不要去操作了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只是觀察壓力 就像剛剛國劇講的那張圖一樣 我們只是在觀察壓力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站得上 有站上我們就操作 沒站上我們就不要碰 就這樣子而已 OK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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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以為這邊講完嗎 還沒有 好不好 這邊還沒有 這張圖還沒有講完 這張圖其實還沒有講完 好來看一下 我剛剛說過 我們從長線來看完之後 接下來要看什麼 看短線 短線是看日線的部分 好那你在看日線的時候 你要去觀察另外一個東西 叫什麼 慣性均線 有什麼東西叫做 有什麼操作叫慣性均線 去觀察什麼叫慣性均線 到底是哪一條 那我們這邊很明顯可以看到 慣性均線 就這一條 十字線 為什麼這一條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來喔 為什麼會看十字線 你看喔 我把圖放這邊好了 來從這邊開始看 你看喔 股價 來你看為什麼慣性均線是十字線 你看喔 股價 從這個位置 還在十字線的下方 從這邊開始站上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 從這個位置站上之後 就怎麼樣 股價就往上 走了一波 沒錯吧 從這一根K棒 來我把它畫起來 從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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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一根K棒 站上之後 股價就 開始往上走了一波 站上這一根 十字均線 股價就往上走了一波 那代表說 這一條線 就是它慣性均線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股價怎麼樣 它是不是也有守住 它是都有守住這條十字線 沒錯吧 我這樣講 如果股價還守在十字線上面 它的波動就是往上 懂意思嗎 所以看喔 我們剛從月線知道說 它波動會變大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 它波動是往上還往下 只要股價還守在慣性均線 十字線之上的話 它的波動就是往上 那如果你發現股價跌破這條十字均線 OK 那它的波動就是往下 這樣就有問題了 OK嗎 所以你看喔 從剛剛一開始的 月線的量能 再到什麼 再回來日線 回來日線去找什麼 大量K棒均線 再來看它底下的 慣性均線的支撐 慣性均線還支撐的股價 它的波動就是往上 這樣子聽得懂嗎 這樣子懂嗎 這樣聽不懂 哈囉 剛剛問那個 誰 柏佑 柏佑這樣聽懂嗎 不一定 慣性 我這樣講 我會想聽懂嗎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 我這樣講喔 這個東西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你在判斷一檔股票 能不能夠續報 判斷一檔股票 它趨勢還在不在的時候 就是用慣性均線的通道 好 那再來 懂嗎 那有同學問到 靜域問到 慣性均線一定是十日線嗎 不一定 慣性均線不一定是十日線 要記得喔 慣性均線不一定是十日線 好比說我們以國巨來說好了 你覺得國巨 它慣性均線是十日線嗎 好像不是吧 你會發現它最新都怎麼樣 好像比較偏五日線 你會發現嗎 你會發現嗎 你會發現國巨 它這檔股票 比較偏向五日線 只要股價 還一直都什麼樣 守在五日線上面 沒錯吧 所以慣性均線不一定 是五日線 或十日線 或二十四日 不一定 有可能是五日 有可能是十日 有可能是二十四 這不一定 所以每一條判斷 就是要按照 這一檔股票 它發生的狀況 我們去判斷說 它慣性均線是哪一條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子OK嗎 哈囉 剛剛那個金玉 金玉這樣聽得懂嗎 哈囉 金玉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每一檔股票 它在慣性均線都是不同的 OK 再來 OK 那再來有人問到說 為什麼慣性要十日線 因為 來 有人問到為什麼慣性要十日線 好 為什麼慣性要十日線 因為你看 在過去這一段 來喔 哈囉這個同學 你看 在過去這一段 過去這個框框裡面 股價還在十日線下方 那股價有漲嗎 沒有 對不對 股價還在十日線下方 股價是就沒有漲 沒錯吧 但是你發現 從這一根 從這一根 紅色的建築開始之後 股價 它是站上十日均線 站上十日均線之後 它股價是往上了 它站上十日均線 股價就往上 之前站不上十日均線 股價就一直往下 站上十日均線之後 股價就往上 所以它慣性是哪一條 就是十日均線 這樣了解嗎 它站上十日均線之後 股價開始往上 所以它的慣性均線 就是十日均線 就這樣去判斷 這樣子 那個誰 輝煌 聽得懂嗎 哈囉 輝煌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它慣性均線就是這樣 就這樣來看的 OK嗎 懂嗎 這樣知道怎麼去找慣性均線吧 去觀察股價站上哪一條均線之後 它開始起漲 開始發動 那一條線 就是它的慣性均線 就這樣去看 OK齁 再來 OK 好 那這樣的話大概要講到這邊 喔 夭壽 那要跳 好累 好啦 換下一檔 換下一檔 我這樣講 就是如果你不了解的 我們大家換下檔股票 如果不了解的麻煩 等一下 不要 不了解的麻煩 至於掃這個 來 12月5號台南 12月6號台北 12月20號新竹 不了解的麻煩 請自行上課 自行了解好嗎 你不用擔心聽不懂 因為上課就是會講到你懂 那上課之後一個月的LINE請輔導 所以你不用擔心聽不懂 不要再問我說 我會不會上課聽不懂 不會 好不好 上課你一定會聽得懂 因為聽不懂 我會講到你懂 好不好 再來 看下一個 看下一檔 起雞講完了 好 再講2368 金項鍊 好 我們來看金項鍊 好 那我現在問各位一個問題 你覺得金項鍊這檔股票 最大的問題是哪裡 金項鍊最大的問題是哪裡 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一條均線 72 為什麼 你看 來 他最大的問題是在 72這條均線 知道為什麼嗎 你看 來 慣性均線怎麼找 來喔 這邊大家聽一次喔 這邊大家聽一次 你看 從這個位置開始 從這邊 左邊的箭頭 這根箭頭 這根箭頭 你會發現 這三根箭頭 這邊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還有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股價每次回到72的這一條均線 都怎麼樣 每一次回到均線 是均線就把股價往上撐 你會發現 每一次回到均線 均線就把股價往上撐 每一次回到均線 均線就把股價往上撐 每一次回到均線 均線就把股價往上撐 回到均線 均線就把股價往上撐 再來 那你發現一件事情 來這邊大家要記得 這邊大家要記得另外一個口訣 這邊大家要記得另外一個口訣 來看到這邊 股價 股價它還在均線之上 來記得喔 這邊聽一下 股價還在均線上方 均線會變成股價的支撐 股價在均線下方 均線會變成股價的壓力 所以你看喔 現在股價它在均線的下方 均線是不是就變成股價的壓力 這樣懂嗎 所以為什麼股票 到了這邊之後 它又上不去了 這樣了解嗎 因為這一條線 就是它的壓力線 這樣了解嗎 所以就是這樣看 因為這一條線 就是它的壓力線 我再講一次喔 你看喔 股價它在均線上方 均線變成股價支撐 你看在這個紅色線的方向 股價還在均線上方 這邊股價還在均線上方 均線把股價撐上去 股價在均線上方 均線把股價撐上去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股價跌破均線之後 跌破之後 反彈均線 均線就變成是一個壓力點 這樣懂意思嗎 反彈均線上股上 它就變成是一個壓力點 那你知道它壓力之後 那你還要去操作它嗎 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目前的股價距離均線太近了 懂意思嗎 所以接下來會觀察 觀察股價 它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均線 好 那這是第一個條件 再來第二個條件 去觀察另外一個東西 來現在看喔 等一下 我的氣色怎麼不見 好 來看這張圖 來看這張圖 來看喔 現在 我這樣講喔 股價不是 我這樣講 我剛剛說過 是不是股價站上 剛剛講到72均線 才代表是什麼 突破壓力 沒錯吧 但是 但是 記得 你不要看到股價突破均線之後 你就進場 不要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突破 稍等這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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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日均線 稍等這一條 五日均線 能夠過了這一條 綠色的72均線 才算是真正的突破 在五日線 還沒有突破這條72均線 它不算真正的突破 要等到均線穿過去之後 才算是真正的突破 這樣子的話 你的進場會比較穩 懂意思嗎 所以不要看到 我未來股價是不是站上均線 站上這一條 綠色的72均線 不是 你要等到五日線 向上穿過之後 你再來買 會比較安全 這樣懂意思嗎 那我們再來看 周線 周線 還不錯 為什麼 它剛好撐在這邊 來看喔 來看有沒有 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股價 它還撐在這一條 藍色的 均線這邊 沒錯吧 這張圖是周線 這張圖是周線 股價還撐著這一條線 所以如果你是之前 買在高點 被套牢的 被套牢的 你正如是買在高點 被套牢的 那就觀察 觀察這一條線 有沒有破 如果這一條線 破了的話 然後這張圖就死定了 OK嗎 如果沒破的話 那你就是 再慢慢抱著吧 好不好 就只能這樣子 如果你是在這樣 不要被套牢的 你就只能這樣慢慢抱著 但好就好在說 它這一條線 周線的這條24均線 是沒有破的 周線的24均線沒有破 那你就不用太緊張 OK嗎 就這樣看 這樣就好了 再來 有人問到 台郡 台郡 要求台郡也很奇慘 好再來 台郡 其實台郡有個 比較不好的地方 你知道哪裡嗎 好我們這樣講 你有沒有看到這一根K棒 我這樣講 這一根 我這邊再講 這邊講個新的東西 好了 這邊講個新的東西 來這邊 這邊注意聽一下 這邊 來喔 這邊注意聽喔 來喔 這邊也是一個 算是一個 判斷的方法 OK 等我一下 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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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重點會在這根K棒 為什麼 重點在這根 來喔 重點在這根K棒 為什麼 重點會在這根K棒 我現在跟大家講 為什麼 重點會在這根K棒 來 看看東西 我現在把圖片往前拉一點 你有發現這一根K棒 這一根 綠色鏡頭這根K棒 這一根K棒 它是突破了 之前的什麼 突破了之前的盤整區 所以代表說 這一根K棒 6月29號這根K棒 它就是一根起漲的K棒 這樣了解嗎 因為這根 6月29號這根K棒 它突破了之前的一個盤整區 突破了之前的高點 所以6月29號這根K棒 它就是一根什麼 起漲的K棒 好 那再來 所以我們知道起漲的K棒之後呢 那接下來 記得一件事情 我現在把均勵先拿掉 好 我們知道這根K棒就跟起漲K棒 也就是說 你看我把這根K棒 低點把它畫起來 低點如何 113.6 我們把它低點畫起來 把它畫起來 好 OK 好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股價 它剛好回到什麼 它剛好回到了7張點 也就是說 我們這邊要觀察 我這樣講 我們這要觀察 股價回到這邊來之後 它到底能不能夠撐得住 因為股票如果 如果這檔股票連7張點都破了 我這樣講 這檔股票就很危險了 你看到 這根K棒 剛剛講過 這根K棒是個起漲點 往上嘛對不對 從那邊開始往上 這根K棒是個起漲點 好 但是你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股票 它已經殺回了起漲點 這種狀況 表示說這邊是個很關鍵的位置 只要這邊跌破了 股價還有可能繼續下去 但如果這邊撐住了呢 如果這邊股價撐住了呢 我這樣講 它就比較有可能開始直跌反彈 OK 所以這邊要觀察什麼 就要觀察說 股價它到底能不能夠 撐得住這個起漲點的位置 如果這條起漲點 起漲這條線 它能夠撐住的話 它就比較有機會做反彈 那我撐不住呢 那它就撒到那了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關鍵是在於說 這一根K棒 這樣OK嗎 所以你看 剛剛我們是用慣性均線 但這邊又不一樣 這邊又是用不同的方法 所以你知道每一檔股票 其實它都有不同的判斷方法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需要 一點點的時間跟經驗去學會怎麼判斷 每一檔股票 它有不同的判斷方法 你不可能說我學了這一套 我就能用到全部的股票 不過柯林 那有些簡單的事情 股票沒有這麼簡單 好嗎 股票它非常的難 OK 股票其實非常的難 因為你要學很多不同種方法 你才知道說 你到這一檔股票 你怎麼樣才可以應用到 好那我們知道說 它有可能假跌破 不一定 它有可能破個一兩天之後 又拉回來 不一定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知道說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比較關鍵的位置了 好那再來 我們現在把均線拉回來 等一下喔 把均線拉回來 好再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它距離下面的這一條 它距離下面的這一條 綠色的72 其實也很近 就代表說股價就在跌下去之後 它又很可能遇到什麼 遇到均線的支撐 又往上 因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現在均線是往上 往下 現在綠色這條72均線是往上的 均線是往上的情況之下 它是有可能碰到均線之後 又開始反彈上來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它很靠近均線的狀況之下 就會覺得說 均線可能還會給股價有點支撐 這樣了解嗎 尤其是它剛好殺到這種 前波低點的位置 代表說這邊是有可能有支撐的 所以這邊你說要去砍嗎 其實也不需要 就起碼先看這條均線 綠色這條均線 到底有沒有做支撐 這樣就好 可是這種股票 畢竟都還是一個反彈 為什麼你去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這種股票它都還有可能殺到這邊 就做個支撐 那我們回來日線來看一下 你看喔 它剛好在哪裡 它剛好就殺到這附近 你會發現嗎 上一次也是破了一次 那破了之後它要站回來 所以這一次會觀察 股價它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 200日這條均線 OK嗎 到底有沒有辦法能夠站上 有站上它就撐得住 站不上呢 它真的要再見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這樣看得懂嗎 OK嗎 這樣看得懂嗎 OK嗎 很清楚 OK好 OK好 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那就繼續囉 都沒有問題 我就繼續囉 OK好 你們畫面是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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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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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我繼續講好了 我夭壽的現在9點半了 怎麼講那麼久 好啦繼續繼續 剛剛有問到說上跪突破 等一下我先回答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那個 崇豪 他說上跪股票 上跪指數突破新高 是否是好的開始 是 上跪指數創新高是好的開始 沒錯 是好的開始 沒錯 好再來 再來 好我先講下去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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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問到說 3017的旗紅 好我們看到3017的旗紅 哇這麼長一個避雷針 好我這樣講個東西喔 我這樣講 你看到旗紅這樣股票其實很討厭 你知道嗎 旗紅這樣股票 我這樣講個東西啊 旗紅只要看一個價位就好了 看去看這一根的多少 高點77元 到底有沒有辦法站上去啊 為什麼 來注意一下喔 這一檔股票其實今天有個比較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於說今天啊 因為他今天流了一根什麼 流了一根比較長的上影線 我剛才說過 像這種上影線太長的狀況之下 都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上影線太長 你想喔 有人看到股價往上漲 會不會去追價 會 因為有些那種腦壓比較弱 他可能看到股價上去之後 他幹嘛 他可能要跑去追 沒錯吧 我這樣講你看 看東西 他看到那種股價往上漲 他可能就跑去追 追完之後怎麼樣 股價殺下來了 他怎麼樣 他捨不得停損 那所以說他就會被套在哪裡 他就會被套在山頂上 他就會被套在山頂上 那再來我剛剛講過 你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如果你還不會技術分析的方法 那你要看什麼 去看量價的關係 去看量價的關係 你看喔 他今天的量 有比昨天還大 欸有欸 今天量比昨天還大 但是今天什麼 今天卻是價跌量增 所以這種股票 今天是價跌量增的狀況之下 就會覺得這一檔股票其實 沒有很好 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價跌量增 這樣OK嗎 等我一下 因為今天是價跌量增 所以對於這檔股票來說 他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你要記得一檔好的股票 一定會是價漲量增 價跌量增 但是當你發現像這種 價跌量增的時候 就表示這一檔股票 他今天會有一點點問題 那也就是說 來喔看一下喔 也就是說 你在看到這種股票 有問題的時候 看一下 我們把其他均線拿掉 你發現一件事情喔 來你看喔 股價 他從這邊開始起漲 中間有一度回到十字均線的時候 他是不是又上去了 也就是說 如果你放在之後 又跌破十字均線 我這樣講 如果你放在之後 又跌破十字均線 那這一檔股票 就真的會有問題 這樣OK嗎 十字均線如果破的話 對於這一檔股票來說 就有問題了 那如果他有鎖住十字均線呢 那就還好 那代表說他還有機會 繼續往上走 所以對於這檔股票的判斷來說 就是看這一條 十字均線到底有沒有破 沒有破就沒事 破的話 他就很有可能繼續往下 再來看到2504的國產 一樣好 背起來 升個藍牙王 好 繼續看到國產 好 國產 來 國產這樣股票其實 我們就知道最近混凝土的價格在上漲 來我們看個東西 這一檔股票你看一個訊號就好 去看這一根 看這一根 我把它放大 我先把均線拿掉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誰跟我講台郡 台郡我剛才已經講過了好不好 那個誰啊 那個木木森 那個你一對木的 那個剛剛我已經講了 我剛剛已經講過台郡好不好 我已經講了台郡都沒在聽啊 台郡才剛講完而已好不好 認真聽一下好不好 不要再問啦 台郡已經講過才剛講完而已 哪一檔哪一檔哪一檔 來來來從下一遍 那個Doris Doris你剛問什麼 你說 今天有跌嗎 K不是比昨天還高嗎 你在問誰 呦呼 Doris在嗎 Doris John 哈囉 Where are you 還在嗎 不理我 那個Doris你還在嗎 Doris你還在嗎 Doris你還在嗎 還在回答一聲好不好 一次 兩次 沒回答不理你啦 哈囉 算了不管剛剛 我要繼續講國產好了 再好 你是問哪一檔啊 那個你在問哪一檔 你是問剛剛的 你是剛剛問哪一檔 不理我耶 哈囉我剛剛是問哪一檔 還有 我剛剛講哪一支 我剛剛講哪一支 我已經忘了 台郡嗎 還講哪一支 好累喔 好啦 隨便啦不管他了 Lag 好啦不管 剛剛講台郡嗎 好啦不管 剛剛講到齊鴻啦 剛剛講到齊鴻 然後我搞什麼東西 欸那個 下次問問題 那個麻煩 麻煩講一下骨號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 今天價格有沒有下跌 我叫各位一個很快速的判斷方法 你要怎麼判斷今天股價有沒有下跌 你看到下面的這個成交量棒子 下面的這個成交量棒子 如果是綠色的 就表示今天股價下跌 你看到下面的成交量棒子是紅色 就代表今天股價上漲 所以就這樣看就好 你要怎麼去看價漲或價跌 你只要看下面的這根成交量棒子就好 下面的成交量棒子如果是紅色的話 就表示今天股價上漲 如果下面的這根成交量棒子是綠色的 就表示今天股價下跌 就這樣看就好 那今天股價到底有沒有跌 你當然有跌啊 今天股價當然有跌啊 跌了多少 跌了五毛錢也是跌好不好 所以今天股價下跌的OK嗎 好 所以再來問到國產 好我剛講到國產這張股票 你要看什麼 你要看這一根大量的十字K棒 來喔 國產的關鍵是在這一根大量的十字K棒 為什麼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十字K棒有分成量增跟量縮 量增的十字K棒 它的高低點就是關鍵 OK嗎 量增的十字K棒 它的高低點就是關鍵點 再來第二件事情 量縮的十字K棒 你要去觀察 下一根出量K棒的方向 是往上還是往下 這樣了解嗎 我到這邊講到十字K棒 這樣聽得懂嗎 在針對量增跟量縮的十字K棒 這樣聽得懂嗎 這樣聽得懂嗎 哈嘍哈嘍 記得喔 量增的十字K棒 像這一根 像這一根 像這一根紅色的鍵 這根K棒 它的量是增加 它今天的量比昨天還要大 量增的十字K棒 它的高低點就是一個關鍵點 OK嗎 所以我們把它高低畫起來 它高是多少297 低多少275 我們把它高低點畫起來 297 275 好再來 如果你發現量增的十字K棒 如果低點破了的話 我跟你講 這一檔股票 就有問題了 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到這邊 你看到這兩根K棒 11月12號 跟 11月18號 你有發現的事情 它都去守住什麼 量增的十字K棒低點 沒錯吧 但是你看到這一天 你看到綠色箭頭這一天 你會發現 它開盤架 直接就跳破了這一根 十字K棒的低點 有發現嗎 這一根綠色箭頭 這根K棒 它是不是開盤就直接 跳破了 十字K棒的低點 那代表什麼 代表說這兩根票怎麼樣 有問題了 沒錯吧 我剛說過 你發現一檔股票 量增的十字K棒 你要去看它的高低點 如果高點突破 它就往上走 低點被跌破 它就往下跌 你只要看這兩個位置就好 OK嗎 像這一根 像這一根 紅色箭頭這根 量增的十字K棒 你就把它的高低點畫起來 高點突破 股價就繼續往上走 低點跌破 股價就繼續往下跌 那現在是破了 破了怎麼辦 就掛了 就這樣子而已 破就掛了好不好 你知道看這個就好了 破了就有問題 尤其是呢 你看到它開盤就跳破了 你就知道說這張股票 短期內我們不會再碰了 為什麼 因為它在這邊已經有一點點問題了 它破了十字K棒的低點 這樣OK嗎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看 好 那再來這根十字K棒是好 11月10號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均價是多少 28.55 好我們來看一下28.55這個價位 我先把其他線線畫掉 28.55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根 你看它這一根 這一根大量K棒的均價 來你看它量是不是大的 大量K棒均價是28.55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股價它在這一天有沒有 是反彈碰到28.55 是不是就下來了 你會發現這一天 最高點碰到28.55就下來了 這一天有沒有站上 沒站上 那這一天呢 它是碰到28.55就下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把均價畫出來之後 你就知道說股價它一直都站不上均價 你只知道站不上均價了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方式 可以讓你先避開風險 你看它像這種大量K棒均價 一直站不上 你看這幾根 是說反彈站不上 反彈站不上 反彈站不上 你會發現 它都是反彈站不上 你就知道 這樣會再死了 被死了 聽得懂嗎 這樣看得懂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判斷 所以你不用等到股價下跌 還說老師怎麼辦 要死掉 要死掉了 不是好不好 你在股票在還沒有跌之前 你就已經知道說 有哪些訊號 代表說這一檔股票是有危險的 這樣OK嗎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看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來看 你在股價還沒有跌之前 你就知道說OK 這檔股票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可能會有風險的 就是用這樣看 OK嗎 這樣看得懂嗎 這樣看得懂嗎 所以你看 我剛剛講過 10日K棒看什麼 看高低點 297跟多少 275 我們把這個 把它畫起來 297 275 我這樣講 我們把這一根十字K棒 你把這三個價位標示起來 高點 均價 跟低點 你把這三個價格標示起來 高點突破 它往上走 均價 站不上 你就知道帳股票有問題了 那如果均價站上呢 代表帳股票有可能準備要突破 那如果低點跌破呢 細啊 就這樣子 OK嗎 就把 喔靠 它會嗆到 等我一下 你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你看 你把這幾個價位標示起來 就知道說 股價 有過哪個價位 欸是安全的 跌破哪個價位 可能有危險 哪個價位跌破 欸會細啊 就這樣子 就這樣去判斷就好 每個價位都是有它的關鍵點在 你要學會怎麼去判斷 這些關鍵價位 到底在哪裡 好嗎 那個余世善 均價怎麼算 我在一開始 你可以去問他小編怎麼算 或是 那個上課 我上課 我會教你均價怎麼算 好嗎 均價怎麼算 來上課 再來 什麼三分 什麼叫三分之一的理論 我這樣講 沒有什麼三分之一理論 我只是 應該說我的操作 就只是觀察 什麼價位能夠站上 站上我就進場 跌破就出場 我就這樣而已 我在操作的過程 我遠遠都是看價位突破 價漲量增突破我要的價位 OK我就進場 那如果沒有突破呢 我就等待 所以我想說 股票的進場是等出來的 股票要突破我要的價位 那我就進場 跌破 我設定停損的價位 我就出場 我不會去想太多 我全部都是看價位 也沒有過而已 就這樣子 好再來 這樣講聽得懂嗎 所以對於國產這樣股票來說 我就覺得這個價位破了 我覺得是有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把 一樣我們把什麼 我們把 均線放上來 好再來 我先把其他線拿掉 來喔 我們先來看這條線 你看當時股價也是跌破這條線 他後來站上之後 好像往上走一段 但是像現在跌破這條均線 我就會覺得說 這張股票暫時不適合去碰他了 為什麼 因為這條很關鍵的均線已經破了 破了之後 除非等他站回 不然短期內 我不會想再碰這張股票 這樣懂嗎 尤其是剛剛我們講過 這一根出量十字K棒的低點 怎麼樣 破了 破了當然就不太好了 OK嗎 好再來 繼續講下去 欸我先這樣先打個廣告等一下 就如果說你想要看 我先打個廣告 如果說你想要更了解 什麼樣進場 怎麼樣選股 怎麼樣出場 如果你真的不了解的話 十月五號台南 十月到台北 跟十月十二號新竹 會有這場 黃金軍線的技術分析課程 那這場課就教你如何進場 如何出場 還有怎麼選股 那會從最基本的K棒 到支撐壓力線怎麼判斷 到很重要的扣底值 再來到整體的形態的判斷 還有籌碼部分 都會在這場課教育裡面 那課程結束之後 會有一個月的課服 那每天晚上的九點半到十一點半 我都會在群組裡面去幫大家做輔導 不管是上課內容或是課外內容 我都會在群組裡面幫大家做輔導 然後最後不是還沒最後等一下 來看個東西好了 就是在這個部分 看一下同學對當單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同學對當單 你看這個我記得剛剛有多少 三萬多一萬多 這都這個月的喔 他這多少 四萬多 蠻多的我記得蠻多的 這個月同學賺的對當單 七千多 一萬多 我記得有個十幾萬的 怎麼不見 九萬多 九萬多的 行看喔 這些東西其實 股票要操作其實 你說沒有人賺到錢嗎 沒有 學生還是很多人賺到錢 只是你看到 你有沒有一個正確的方法而已 看到這個多少 兩萬多 十七萬六 看到嗎 十七萬六 這東西其實很可怕 十七萬六是大家多久的薪水 他都沒有放很久 這樣開門也是上禮拜講的 再來看到 你看這邊都是 都是 都是 都是大的對當單 所以其實可以知道說 像這邊 最好的地方多少 八萬多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說 還是有沒有能賺錢 還是有人賺錢 只是你有沒有 正確的方法而已 如果你有正確的方法 我不能說百分之百會賺錢 只是說你的賺錢 你會比較有一套正確的操作邏輯 這樣子賺錢機會 會比較提升 好再來 我繼續回來講 再繼續回來講 有人問到什麼 金豪科 好 繼續講到金豪科 他今天不是漲停嗎 對我記得他今天漲停 漲停有什麼好問的 金豪科今天漲停 我這樣講 低潤這個產業 目前這樣來看 低潤這個產業 不管是 納雅科 或是金豪科 或是像 像威剛 這一類的 或是 旺宏 華幫店 低潤這個產業 基本上來說 就是 明年應該會更好 因為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我現在講到低潤這個產業 低潤這個產業 他在 昨天有個新聞 印財 好像AMAT 就國外的一檔 美股的股票 印財這樣股票 這間公司 他說了 他說今年的低潤的 資本支出是增加的 我這樣講 你去想一件事情 印財他是做設備儀器的 設備儀器的廠商說 他今年的營收是增加 那表示什麼 表示下游的客戶 是增加儀器的購買 沒錯吧 好 那你去想 下游客戶去增加儀器的 去增加一些設備的購買 那表示什麼 表示下游的業績 可能也是轉好了 這樣懂意思嗎 你業績不好 你幹嘛買設備 你一定是知道我訂單 你才會買設備吧 所以印財在講這句話之後 會認為說接下來 低潤 記憶體這個產業 應該不會太差 這樣懂意思嗎 你就從上游的賣機器賣設備 你看喔 賣機器賣設備 設備賣得很好 機器賣得很好 因為下游一直在叫貨 那下游為什麼要叫貨 就是因為他們知道說 他們可能接到比較多的訂單 所以他們才擴大跟上游拉貨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這個東西 就是在我們去看 低潤這一塊 是大家可以注意的 那剛剛同學問到了 金豪科帳股票 基本上喔 金豪科帳股票 就算了吧 為什麼 去看看東西 你看喔 大概這個位置吧 就大概前波高點這個位置 你看喔 這是周線 看一下大概前波高點這個位置 就這個位置很有可能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壓力點 尤其是他 你看到他經營漲停的 我這樣跟各位說 就是我不太建議各位去追這種 漲停版的股票 我不太建議各位去追這種漲停版的股票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你在經營去追 那你可能成本就比別人高很多了 高起碼10%了 你成本比別人高 那你想你成本比別人高 你賺錢的機會 是就比較小 那你的風險是比別人高 因為你追高了嘛 所以說像這種一根長紅棒 這種一根一隻穿雲劍的那種上去了 通常我會說不要追人 直接看下一檔 好不好 直接看下一檔 這樣了解嗎 像這種太大根的漲停上去 我就建議不要去追了 好不好 因為你的風險會變大 好再來 那個直播人數跌破500人了耶 我們要不要休息了 如果直播人數 欸靠腰那有沒有站回來 剛剛說直播人數跌破500人 怎麼立刻站回來 好啦好啦繼續繼續 來看到9958世紀鋼 好來看到世紀鋼 OK好 來喔 很多人覺得說 世紀鋼之前提到風力發電的股票 沒錯吧 好 世紀鋼這樣股票 一定很多人會問 我這樣講 很多人會問說 風力發電這個產業 到底還可不可以追 還活不活著 我在之前我就跟各位講過 不要以為拜登當選 太陽能股 或是風力發電股 就會受惠 為什麼 因為 我這樣講新聞都跟你講說什麼 新聞都跟你 等我一下 新聞都跟你講說 拜登當選 風力發電 或是綠能產業會受惠 問題是 人家拜登是美國總統 我們是台灣欸 拜登是美國總統 我們是台灣 請問他拜登當選 跟我們什麼屁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好不好 在之前的直播 就跟各位講過 台灣的風力發電 或是太陽能股票 他只能在台灣生存 他沒有辦法賣到國外去 這樣同意思嗎 台灣的風力發電股票 他只能在台灣生存 他沒辦法賣到國外去 他跨不出這個海外 為什麼 因為技術還不夠好 所以不要覺得說 喔 那個拜登當選 就是 綠能或是風力發電 就會受惠 沒有這種事情 會受惠的 大概就是題材而已 我真的跟各位講過 所以說你看喔 看到世紀剛這樣股票 那有人問說 老師那我現在世紀剛還套著怎麼辦 我這樣講 這邊剛好他回到軍縣附近 先觀察他有沒有止跌 好不好 通常這一檔股票 像這種股票 我這樣講 像這種回到軍縣的股票 其實你要砍也不太對 為什麼要剛好回到軍縣 起碼軍縣附近 可能還是有支撐 所以在這邊砍也不太對 但是像這種股票 基本上 如果你是沒有這樣股票 你想要操作的 會建議各位 就不要去操作這種股票 為什麼 因為軍縣都還是一個下彎的 他可能會上上下下 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他才有可能再起漲 這樣了解嗎 所以針對這種股票就覺得 好吧 算了先不要 再來講到什麼 泰塑 3338泰塑 我覺得你們都把我看得很厲害 你知道嗎 就是你們都只跟我講股票名稱 然後我就要把股票代碼打出來 這樣子 好吧 其實我覺得我記憶力有人在衰退 就是以前我背股票代碼 其實背得很熟 可是現在有時候 你要想一檔股票代碼 熊熊會想不起來 我想說我是不是記憶力在衰退 這樣子 好再來看到泰塑 我這樣講 泰塑這張股票他跌的蠻重的 那為什麼他會跌這麼重呢 因為為什麼 之前是有什麼 華為的訂單事件 沒錯吧 之前華為訂單事件 因為之前華為被美國制裁 那泰塑他吃美國的成分其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說你看喔 泰塑他吃華為 不是吃美國 他吃華為的比重是非常高的 泰塑吃華為的比重這麼高 華為被制裁 那你覺得泰塑業績會好嗎 當然不會 就這樣子 所以說其實針對泰塑這樣的股票 我會 就是一個跌身反彈 好不好 就是個跌身反彈 但是他就算是跌身反彈 其實也不代表說 我們不能不看他 怎麼說呢你看喔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你會發現這邊有個什麼 小小的缺口 有發現嗎 這個缺口來喔 看我把圖放大一點好了 有發現這邊有個小小的缺口嗎 看到他喔 你看喔這邊是一個向下的跳空缺口 向下的跳空缺口 缺口的上緣就是什麼 壓力點 所以他壓力在哪裡 他的壓力在這個位置 大概在72塊6附近 在這邊 好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就是股價如果以後有一天 他真的回到這附近的話 那你就大概知道說 好 那這邊就是他什麼 這邊就是他壓力點 這樣懂意思嗎 那只能說像這種股票 其實 他如果還能守住五日均線 那當然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如果他守不住五日均線的話 你看喔 他過去這一段 你看他過去這一段 因為他過去這一段 他都是沿著五日均線上漲 你說說如果像這種股票 如果還沒有跌破五日均線的話 就代表說他的趨勢還是存在的 只是針對這種股票會建議各位 他不是我們太大的首選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周線 你看一件事情 你有發現 股價他可能再往上漲 他可能再往上漲 就會遇到什麼 就會遇到這一條 藍色的均線壓力 有發現嗎 你有發現股價再往上漲 他可能就會遇到這條 藍色的均線壓力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股價在均線上方 均線會變成是股價支撐 股價在均線下方 均線會變什麼 均線變股價壓力 沒錯齁 所以你看到現在股價 股價他在均線的下方 那他反台遇到均線的時候 會變壓力 會 所以目前的股價 他距離均線是不是很近 超近 像這種股票要操作 其實就比較注意風險 就是如果你放在股價往上衝 通常不會追 為什麼 因為股價距離均線太近了 這樣了解嗎 股價距離均線太近了 像這種狀況 其實我們就比較不會追了 好那再來 看到晶圓 2387的晶圓 好晶圓賬股票其實蠻有趣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覺得賬股票不好做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晶圓賬股票一點都不好做 我之前碰過一次 其實他很喜 你知道嗎 晶圓賬股票其實很喜 我們來看一下晶圓賬股票 來喔你看喔 我這邊教各位一個判斷的觀念 你看這檔股票 你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把它標示起來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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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發現一檔股票 每次創新高 都留這種上癮線 我沒有這檔股票你自己就知道 他 就是很急巴的一檔股票 為什麼 因為只要創高之後 就怎樣 就我賣壓 所以像這種股票其實說真的啦 就是我會建議說不要去操作 就是 不是不要操作 就是創新高的時候你不要去追 這樣懂意思嗎 像這種股票你看喔 他留了這麼多上癮線 代表說 創新高的時候 你不適合去追了 這樣OK齁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東西 這是這樣的股票 這個 這個東西就稱為股性 他的股性就是創新高 就賣壓賣下來 那這個可能是主力自己賣了 或者散戶自己自殺 自殺式賣壓 都有可能 只是看到一檔股票 他創新高之後 通常都不太會去追 好 那再來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去看最近的狀況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喔 像這一根K棒 股價從這一根K棒開始 你會發現他都怎麼樣 上下盤整 上下盤整 好 那再來 像這一根K棒 你看到這根K棒 你會想到什麼 算均價 沒錯吧 我這樣講 像看到這根K棒 你知道什麼 算均價 這根是11月6號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均價是多少 6975 好 這根K棒的均價是6975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他的均價怎麼樣 每一次 碰到均價 都被打下來 你看喔 你會發現其實在技術分析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你去找一個大量的K棒 然後去把 針對這種上引線很長的 去把他的均價算出來 你會發現每一次股價 反彈到均價怎麼樣 就被打下來 反彈到均價就被打下來 反彈到均價就被打下來 你會發現嗎 每一次股價反彈到均價就被打下來 這種狀況代表什麼 代表這邊就是壓力點 這樣OK嗎 代表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壓力點 所以你看到 像這種每次碰到均價就被打下來 其實這種股價就很七八 他就是每次騙你啊 好像要突破 就會被殺下來 每次騙你要突破 就會被殺下來 所以這種股價其實很討厭 你知道嗎 所以這種股價其實 像這種股價操作 我說真的 基本上來說 除非今天量能有放大 不然我不會操作 我要做 我一定會找 量能有放大的時候 我才去做 這樣了解嗎 回來了 像這種要操作的時候 一定會找什麼 一定會找股價出量的時候再來做 這樣子會比較好 好那再來 可以看到周線 現在還有快五百人 剛好快六百 剛快六百喔 有啊 剛快六百 你以為我在外面就沒在關心 剛好六百 我幹那麼多人喔 我在外面一樣在關心 好啦好啦 好啦再來 你可以看到 剛六百真的有嚇到 所以像這種股票 其實像這種股票的操作方式 其實就是觀察 他這一根均價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站上 有站上你再來操作 如果沒站上呢 就算了好不好 沒站上就算了 沒站上就算了 沒站上就不要做了 因為為什麼 你做了就很容易 碰到壓力就被打下來 你看喔 我把均線先拿掉 等一下喔 我把均線拿掉 你有沒有發現很明顯吧 每一次碰到均價 都怎麼樣 每一次碰到均價 就被打下來 每一次碰到均價被打下來 所以像這種股票 他如果還沒有站上均價 大量K棒均價 你就不要去碰他 碰了你也是浪費時間 這樣懂意思嗎 所以大概就這樣看 所以金元 針對金元這一檔股票 其實就是去看這個東西就好了 OK嗎 再來看一下強茂 其實強茂這檔股票 他也是雞巴出了名的 但是我覺得這檔股票還蠻有趣的 先把均線先拉回來 先看一下 你看喔 這檔股票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你看 股價 一開始有跟各位交過 一檔股票先看大量K棒在哪裡 好 那如果你們發現 這一檔股票 你發現 他最大量的K棒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一根 沒錯吧 最大量K棒在這一根 好那你看到像這種最大量K棒 你要幹什麼 幹什麼事情 算均價嗎 不是 你還要把什麼 把糕點給畫起來 好 把糕點給畫起來 糕點多少看一下 糕點是40塊 好把糕點給畫起來 拿這個位置 我先把其他均線先拿掉 這樣大家比較能夠看得清楚 OK好 你看喔 我們把40塊畫起來 你會發現 每一次股價 來看喔 這個位置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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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你會發現 每一次突破怎麼樣 突破就殺下來 突破就殺下來 股價突破這個40塊 然後就被打下來 為什麼 因為40塊 就是壓力一點 好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今天站上咧 你有沒有發現今天站上咧 今天站上了40塊 其實我這樣講 會有人 這張股票很有意思 是說 他在這個位置 他每一次突破就被打下來 每一次突破就被打下來 但是他今天是不是又站上了 好 那今天站上 我這樣講 在看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除了看日線之外 你要看什麼 看一下周線 周線 欸 你有沒有發現周線怎麼樣 周線也是一個什麼 周線也是一個均線 還算一個短期均線多多排列 沒錯吧 再來 看一下月線 欸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月怎麼樣 這個月是量能已經比 已經比上個月還要大了 沒錯 所以你發現其實 這張股票有去哪裡 他這個月的量已經比上個月還要大了 這代表什麼 這像剛剛一開始直播講的 代表他有往上攻擊的本錢 那再來 他現在 他的大量K棒 他的高點有沒有站上 也有 大量K棒的高點也站上了 那表示什麼 表示說他其實已經有突破壓力了 那再來是把什麼 這把均線放上來 好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現在的短期均線的排列 五日線 十日線 二十四日 你有沒有發現 都是有站上的狀況 也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觀看 我這樣講 他壓力最大 會在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過了之後 他的壓力就開始變小 不要問為什麼 就這樣子 你知道記得嗎 他壓力最大會在下禮拜一 那下禮拜一過了之後 他的壓力就開始變小 所以變小之後 你要注意什麼 你要注意到 四十塊這個價位 他到底有沒有能夠守住 如果又跌破 那就不對了 那如果守住的話 這樣就還有機會再往上攻擊 這樣了解嗎 去看 要去注意到四十塊這個價位 他到底能不能夠守住 守得住 他就有機會往上攻擊 守不住呢 很抱歉 他可能要再回來整理一次 這樣了解嗎 所以 強茂這樣就這樣看 去看四十塊這樣股票 他四十塊這個價位 他到底能不能夠守住 如果守得住的話 就OK 守不住的話 很抱歉 還要再見了 了解嗎 好了 已經講了兩個小時了 最後 我這樣講 如果你是 最後再講一下 十月五號台南 十月六號台北 跟十月十號新竹 反正就是 剛看到有人問 有人在問那個上課資訊的 上課資訊你就掃這個QR Code 這個QR Code 那個助理會跟你聯繫 就如果你說你真的想要 把股票好好學好的話 你就去看一下 去掃這個QR Code 去報名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的課程 不會讓你失望 因為我教你的東西 一定是外面學不到的 一定是很多都是外面學不到的 而且是最精華的Code值 這東西我們一直沒有講 那這東西就留在上課的時候再來講 因為你學了之後就知道 這東西到底有多好用 好不好 所以說在十月五號台南 跟十月六號台北 還有十月十二號新竹 會有這個黃金均線的股市實戰班 那在課後會附贈一個月的LINE學輔導 那有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這個LINE8 左邊的QR Code 掃進去之後 在LINE8 可以問我 或是問助理 都可以問 好嗎 那今天的直播就大概到這邊 那記得 下禮拜操作 還是小心一點 因為為什麼 因為指數其實現在非常高了 那也希望說 今天的直播 能給各位是有 不一樣 有更多的收穫 或是說對於股市有更多的了解 好嗎 那我們今天直播到這邊 那也祝大家下禮拜操作順利 OK 謝謝 拜拜